一段心塞了,就忘了吧,再美好的回忆也只是昨天,一段圆子了,就算了吧,再多了挽留也只是抢球,一段爱消失了,就消失吧,不然你又能怎样? 抓不住的手就放开它,就像手中的沙,任它流,断了线的风筝让它飞,它需要天空,你也需要自由。 有,已经静心砍世界,用欢喜辛苦生活,在美的花园,都有不洁净的东西,在幸福的生活,都有不如意的事情,世界总是优劣并存,注意力在哪里,你的心就在哪里? 已经静心砍世界,红尘的喧嚣就无法动摇你的心,用欢喜辛苦生活,生活中的不如意,就影响不了你的心情。 天堂与地狱,置在一面之间,人生的确很累,看你如何品位,精彩的人生是在挫折中造就的。 挫折是一个人的炼金石,许多挫折往往是好的开始,你只要按照自己的禀赋发展自我,不断地超越心灵的半码锁,你就不会发现自己生命中的光彩。 不管我们做什么事,光有目标是不够的,人生的转变有时是从一间小事开始的。 促成之间是不是靠一时的灵感,也不是豪然的给予,而是靠长期的经营和精心的储备。 长期的准备必然会使我们的人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,使我们的人生出现新的转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